對 像我們剛才看到這個表 裡面就是有這個 那這個低波動呢 結果它這五年 創造出來的報酬率 非常驚人 竟然高過0056 市值型的ETF 譬如說0050 它的長期報酬率 理論上應該要高於高股息的ETF 沒錯 對 但是過去五年 居然是 高過0050 大家好我是燕麗 歡迎收看超前部署 今天要來討論兩個很夯的議題 第一個是0056 終於改季配息了 現在看起來要來直球對決00878 到底該挑哪一檔呢 還有第二個議題呢 就是呢 52週純股法也能適用在ETF上面 到底要如何執行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的大來賓是 Smart致富月刊社長林振鋒 豐哥你好 爺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其實豐哥我想邀請很久了 可是呢 豐哥真的太忙 日理萬集 不好意思 好那今天呢 很開心邀請到豐哥主要是因為 之前去跟豐哥一起錄影的時候 豐哥有提到說 你在年輕的時候不要打我 你在年輕的時候呢都是買個股 可是後來幾乎都改成轉換成ETF了 主要還是因為個股很難選擇嗎 很容易追高殺低嗎 也不是 其實我最喜歡的投資還是股票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樂趣 就是說我自己挑選股票 不管我的績效是贏大盤或輸大盤 我覺得都OK 就到我這個年紀已經不會太在意說 我打贏了大盤 我還是輸給大盤 因為你財富自由的 對 就是這個研究過程 然後賺錢的過程 或賠錢的過程 就讓我覺得很有收穫 不只是錢的本身 但是這幾年確實因為 接著社長之後工作已經 忙到一種有點崩潰的程度 那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就把這個重心呢 就調整成改成ETF 因為你叫我不投資實在太痛苦了 那我就調整成ETF 那個股呢 原來有的長期持有的 我就沒有處理掉 我就繼續保持的 那只是說我新買的 後來後面新買的就以ETF為主 那以前我本來就是ETF跟股票都有賣 理解 所以其實你投資ETF的時間 也應該有個6到10年左右 應該是六七年有 那也很不錯 績效蠻驚人的 那我們今天先來探討 第一個議題是 很喜歡買高股息ETF的人 都會關心的 就是0056在大家股民的 應該是說威脅嘛 也不是好 所以大家可切的盼望之下 終於是改成季配息 因為之前是年配息嘛 可是沒有想到呢 他的競爭對手00878 規模大幅成長 長得好快好胖 那當然對發行的基金公司來說 倍感壓力 所以呢 終於呢 0056是從年配息改成季配息 那事實上 0056過去的填息的紀錄也很好 配息也配得很不錯 那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頭 也跟大家分享過 他的每一年下來 大概平均都有配5% 那我們看他過去的配息 填息的天數 慢一點是100多天 快一點都十幾20天 所以我想請教豐哥是 0056改成季配息之後 你認為他對00878 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嗎 我覺得這一定是這樣 原因是 當時00878 在快速成長的過程中 反而我覺得 好像0056覺得說 我跟你距離差這麼大 好像不用太擔心 我是大人還是小孩 對 因為畢竟0056是從2007年就成立了 所以那個時間很久 那累積的這個 收益人也非常多 但是確實00878的 季配跟平准金 這兩個機制是 非常受到投資人認同 那台灣人尤其是 他在對配息商品的喜愛 不只是金額多 他還希望能夠配得平均一點 所以像我們公司有的同事就說 配得平均一點有什麼好處 我說你總額還不是拿到一樣 有什麼特別好處 他說我這樣子可以盤算 每季或者是每個月 我固定你要多少錢 他在做這個 他自己的現金流管理的時候很好 我自己是不會這樣管理 但是我發現確實 有一些算錢算得很精細的人 他們喜歡這樣 那事實上從00878的成功 也可以看出來 真的這一類人還蠻多的 就是反而像我這種人是少的 像他們那一類人是多 所以也就是說 你看到008快速成長 加上他的波動相對穩定 自己年紀效也不錯 就會給0056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0056如果他想要正面 直球對決00878 那當然在制度上面 他現在就是有一點 好像輸人家 因為這個其實你改變一下制度就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制度的調整 我覺得不見得會對他的績效有太大的影響 甚至可能沒什麼影響 但是對於吸引投資人的眼光 或喜歡平均配型投資人的眼光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對基金公司來說 就是也希望我的規模繼續 長快長胖 然後繼續維持我霸主的地位 不過風哥我也想直接請教你 那改成計配型之後 你認為你會多買0056嗎 還是沒差 對我 因為我是一個長期投資0056 對我真的是沒有差 因為不管他計配或年配 我剛才說過我不是會分的很細人 我還是會買0056但是我也有可能去買別的高股息的ETF 因為其實這三四年多了很多高股息ETF 他們其實是蠻不錯的 像我們剛才看到這個表 裡面就是有這個00713 這其實也是元大自己發的高息低波 他就在0056高息這個成分加 就是這個因子之下 他又多加一個低波動 那這個低波動呢 結果他這五年創造出來的報酬率 五年爆竟然高過0056 這樣不要 元大是要開心還是不開心 結果後面有一個新來的這個弟弟 這個績效還超過哥哥 但是當然這都是過去的績效 你未來是不是就會持續超過0056 不知道 可是00713在過去五年 不僅是超過0056 還超過0050 事實上我們有在關切投資資訊都知道 市值型的ETF譬如說0050 他的長期報酬率 理論上應該要高於高股息的ETF 沒錯 對但是過去五年 居然是00713是高過0050 那這個 所以也就是說高波 這個高息跟低波 這兩個要素是不是又創造另外一個 很好的收益的這種標準 新的高股息也許會也會有更多人來模仿 那就要繼續再看下去 他的這個好的績效能不能持續到什麼時候 那但是至少我們知道 連00713本來也是年配 後來也他改成季配 等於是我覺得 這個投信公司應該是先用當時規模比較小的00713 試試看 看看會不會大家真的很喜歡 結果還真的很喜歡 因為你知道00713 在以前我在研究它的時候發現 誒這支績效很好 可是買人不多 對買人不多 成交量非常低 說個笑話 就是我自己做的節目 做這支的時候 看的人也比較少 真的嗎 就會很傷心 這麼好的商品 然後後來 結果那個時候好像他 你是兩年前嗎 對兩三年 一天的成交量 當時才幾十張而已 七八十張 現在我去看他最近的成交量 七八千張 那當然績效好是一件事 可是他改成 我想改成既配跟加入評準金 這件事情我覺得也很大的幫助 所以很大程度的鼓勵的0056 因為0056要不要改既配 我聽說他們內部也討論了還蠻久 對 然後一直在掙扎著要不要做這件事 看起來也就是 可能自己的 弟弟有一個很好的成績之後 然後這個競爭對手又很大的成果 可能就讓他們決定做這件事 但我覺得對真的是對你想要這個配息穩定 然後容易管理你的人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對其實現在市場上有一些聲音 特別是有一些小資族或者是即將退休的族群 網路上就討論了就說這三檔都很好 很難選擇了就像蘋果跟芭樂跟橘子一樣 都是很不錯的水果嘛 所以就有些網友說不要挑了啦 然後我們又不是豐哥我們也不是燕麗姐 那我們就三檔通通都買 然後這三檔他配息的月份 剛好都不一樣 所以你三檔都買的話 你就可以每個月都領息 包牌 對包牌 這也是一種方法 不過如果豐哥的話 是你你會特別選哪一檔嗎 我記得你三檔都有 對其實是我以第一檔跟第二檔為主 那第三檔我是現在開始慢慢加 原因是我也是一個投資ETF 我需要比較長期的數據 之後我才要投資的人 那因為這商品真的比較多 所以其實雖然我可能沒有投資別檔 不是因為我覺得他一定不好 而是我想要再多觀察兩年看看 那事實上就是這三檔的期間 這前兩檔的期間都比較久了 然後01773檔我是後來比較注意到 那但是我把他加入 但是我現在覺得他們三個的配息啊 1 4 7 12 5 8 11 3 6 9 12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錯開 一定是 一定是 加起來真的蠻剛好 一年12個月通通有的零 好所以就是 豐哥自己是以這兩檔為主 但是未來呢 未來我會加入 加入0073 所以我未來也會12個月都有 好那我們幫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即時的績效 事實上呢 以過去這三年的績效當作一個評比 主要是因為00878剛好成立滿三年 所以沒有過去五年的績效可以評比 如果是過去三年的績效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0056這不含息的 大概是24.82%大概就是25%的概念 00878是42% 00713是64.8% 將近65% 如果只看過去三年的績效 0073就完勝了 就是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他居然連市值型的都打敗 真的就過去幾年的環境 我們必須講 我們常在做基金的這個長期的測試 有時候你可能看20年 譬如說市值型一定贏 但不代表某個五年 市值型一定贏 所以那五年那個環境 經濟的環境 股市的環境 有可能這一次就是真的 這個五年就是說 他不是只贏一年 他用五年統計他還是贏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但我們不能跟他保證說 未來五年一定一定贏 但就是會有那個 特定的情境下他贏 好這就是我常跟大家分享的一個 觀點就是 你年過去五年都不好 你年過去十年都不好 我還期待你未來五年到十年嗎 對不對 至少不要要平均水準以上 不要低於平均水準 好接下來我們再來關心的是呢 6月份有9檔ETF要來除息 當然是不包含債券ETF的 其實各有特色啦 那當然0073我們剛剛提到了 00712是富華富時不動產 然後接下來就是中性的綠能 凱基的高股息 大華優利高田息等等 其實我們節目陸陸續續都跟大家分享過 還有富邦元宇宙 永豐優息純股等等 有雙月配也有季配 風哥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建議投資人 而且大盤最近強強棍 超過很多分析師的預估 主要就是AI概念股太強了 強過我們現在用本益比去看 好像覺得已經有一點點的 難以去捉摸 所以如果說大盤持續強勁的話 你會建議大家6月份除息的ETF 不要搶哪幾檔啊 用搶的話我就會比較 不用搶嗎 因為我其實是比較主張這樣 我說這樣 譬如說我自己喜歡0073 我剛才前面講過 然後有一些電動車的ETF 我也會買 就是譬如說我剛才前面講的 那三檔的高股息 我現在都會買 也許在其他的高股息 我就會買的比較少 因為我就比較更謹慎 除非我覺得可以替換前面的 但是其他的像譬如說電動車啦 或者是說什麼元宇宙 如果我覺得這個趨勢對的時候 我可能會去買 但是呢 我其實有一點是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高股息的ETF 如果他交易太熱的時候 反而在除息之前 我比較反而不建議他去買 是我怕會造成溢價的狀況 對對 因為他就是熱門交易的高股息ETF 確實過去都曾經發生過大幅度溢價狀況 那這個其實就是白白的損失 因為ETF是以淨值來交易 他跟市價合理 就是應該要貼近於他 淨值跟市價要接近 有一點點折議價可以接受 譬如說零點幾%可以接受 但有時候現在議價很誇張 真的有時候會高達2、3%、3、4% 甚至債券ETF還議價4% 我就好不可思議啊 我今天有查一下債券員 我說天啊 這些債券ETF一年的利息都沒有4% 然後再議價4%是要怎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些標的 也許你覺得我是覺得還不錯 但你要看看 就我比較不鼓勵在當月的時候去 反而去搶他 我是覺得比較危險 這我自己個人的交易的習慣 好所以你剛剛提醒大家 第一個就是 是議價超過1%不要追還是1.5% 我覺得1%以上我就通常不會碰 1%就太多了 我自己是比較嚴謹 就是說超過1%以上我就不太碰 然後當月至少除息前幾天不要追 但是如果你發現他除息前幾天 沒有什麼太大議價波動 那你OK沒有問題 我只是說常常會有這種問題 那就是你真的要買的時候 你可能在除息前幾天要買的時候 你記得一定要上官網上去看一下 他有沒有議價的問題 了解 因為我記得大概也是兩年前吧 00712那時候我自己 在別的節目也有介紹過 結果沒有想到除息前兩天 哇低價3到4% 我也驚到了 我也驚到了 就他好像平常很穩定 但突然在除息前 蹦就跳上來 那這個其實是 投資人是很吃虧的 好所以我們趕快補充一下 00713的績效真的很好 五年年化的報酬又有將近13% 這個是韓息嗎 對對韓息 沒有韓息不是更近的 對啊 這是韓息的韓息的 好 所以呢這個部分我覺得 有興趣的人可以當做一些參考 那豐哥的ETF的投資心法是 你的核心的資產是市值型的 然後再搭配高息型的 然後其他類別 你也有買0052跟日本的ETF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先說明一下 就是說因為還是長期來講 我們說市值型的報酬率 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他會是我的這個核心的 最大的成分 特別是在現階段 那我的目標就是說 這現階段在我ETF的那個部分 我可能是以60%是持有 市值型的ETF 所以是00500或006208 或其他的 有一些我少數有買一點點的 那我就沒有特別提了 因為那個比重不多 那另外高股息型的 我的目標就是大概占20% 原因是我比較喜歡 因為我比較積極 我就是比較喜歡那個長期 成長報酬比較大一點 但是呢 隨著這個年紀大或是說 希望每個月有一點點 每一年有比較多一點的那個 股息收入 我也想要有一點高股息的 順便我也可以觀察他們的報酬 所以我的目前目標大概就是20% 另外呢 最後這20%呢 純粹又是滿足我個人的投資樂趣 就是我看好日本的時候呢 我就真的會去買日本 我如果看好高科技的時候 我就會真的會去買好看好高科技 那我上面寫的這個是 我真的現在確實有 就是說 我確實也有0052 我也有買這個 這個富邦追蹤 NASDAQ的ETF 或其他的這個公司 如果有發行追蹤 NASDAQ的ETF 那我現在其實這樣管理比較簡單 有的人會說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買國外的這個 基金嗎 或個股 原因就是我這幾年呢 想要簡化我的帳戶 所以我以前有一些 買一些外國股票或什麼 我就通通把它降低了 然後能減就減掉 然後我通往 盡量的移回國內帳戶來處理 因為人總是這樣 現在年紀大就會覺得 萬一有一天我突然不在了 對那你家人好像要搞清楚 你做的投資什麼 真的有點麻煩 所以這是我現在的做法 然後所以我如果喜歡像這個 我說富邦日本 我現在看好 去年下半年 我開始看日本應該有點機會 那我就 你去年下半年就買了 沒有 應該是沒有那麼早 我是說那時候 我已經開始看在追蹤 所以我覺得好像日本今年 可能有點機會 就是日元在競貶的時候 我覺得這對他來講 應該是有點機會的 對他今年要競爭 重新回到全球經濟競爭行列 應該蠻有機會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在看好 然後找這個買進的機會 那我說這些加起來呢 大概就佔我的20% 因為我對他的交易目的呢 我就說必要的時候 可能賣到一張不剩 我的市值型基本上 我還是會折職交易 就是高的時候呢 我會賣一點 低的時候會買一點進來 但我不會全部賣掉 那高股息我就基本是買進不賣 對 但是我剛才講的最後這一種呢 我原則上就是我可能一次買進 然後也可能一次就賣出 那就是交易不管是賺錢或賠錢 不是我的第一優先考量 主要是說這個趨勢有沒有改變 如果改變了 那我就可能賣掉 譬如說我們剛才前面講到電動車 可能這幾年是電動車的趨勢 我可能有買進 可是我如果覺得這個電動車 長得太過分了 或者說這電動車的趨勢改變 我有可能就就決定把它全部賣掉 所以這個是我在三種ETF裡面 我不同的邏輯跟不同的想法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同時滿足 我對長期報酬的期待 以及我個人對交易的喜好這樣子 好那我要進一步追問了 市值型的ETF你說呢 你會折時交易 然後低買高賣 那現階段的位置 你認為單筆可以買嗎 哇真的好難的問題 我要老實跟大家講說 我真的覺得這一次漲起來是比較虛的啦 就是整個大盤比較虛 原因是因為 就是跟AI相關漲太多 那會不會AI相關漲起來之後 帶動其他產業一起跟著上來 過去的例子也是有 就是某個科技產業很強之後 接下來帶動整個經濟一起上來 那但是當時是有一個很低利率的環境 鈔票非常多的環境 那最近我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雖然AI這個還不錯 台積電漲得非常強 像前幾 像上個禮拜五 光台積電一個人 他大盤漲200多點嘛 好像台積電就貢獻了1670元 所以幾乎都是台積電的貢獻 然後其他跟著漲的也幾乎都是跟AI相關比較多 那如果萬一 就這個趨勢 不可能一直漲這個趨勢嗎 那其他沒有跟上啊 有可能指數就跟不上去 我反而認為這個時候市值行謹慎一點比較好 我怕是後面的股票跟不上來 這是我認為現階段在風險上你應該有的 那如果這個經濟的趨勢後面跟著轉變了 因為現在我說利率就全球利率比較高嘛 台灣當然是一直都低利率的 可是全球利率都比較高的環境下 其實不太利於全產業都上漲 這是總體經濟裡面現在比較痛腳 然後股市欠缺活水 因為資金確實沒那麼夠 沒有那麼多的 像前幾年有那麼多資金可以進股市 所以我會 對這個階段 對市值行稍微保守一點的原因 可是你會挺力嗎 我的原則是這樣 我不會太快停 就是讓子彈飛久一點 如果這一波大家再衝 衝到他真的已經有點衝不動為止 但我目前為止 我看他動得還蠻強 對動得還蠻強啊 大家還在積極的討論啊 最好笑的就是那個黃仁勳 然後還看到這個詐騙的廣告 還蠻好笑的 我說那真的是反應速度有個快 其實包括黃仁勳 然後包括張淑芬 好多這些迷人 其實他們幹嘛出來收客呢 就希望大家不要再被騙了 然後高息ETF你基本都不賣 你什麼時候才會賣 有需要用到錢的時候嗎 應該現在好像沒有想到什麼時候要賣 我到目前為止都是沒有賣的 那即使大盤跌很兇 或者是高息ETF跌很兇 你也覺得沒關係 其實還好 我通常不會因為大盤跌 而去賣市值型跟高股 反而會加碼 那你是每跌多少%加碼一次 你是這樣看的嗎 還是沒有什麼心法 說真的我心中會設定一個比例 譬如說以市值型來講 如果是跌了5% 我當然應該就會加碼 跌5%你就會加碼 我就會開始加碼 但是我不會加那麼多 但是跌的前面跌5%跌5% 我是固定加 可是如果真的跌超過到20%以上 我會一次加比較多 就我不會因為太快跌下來 然後就大加 而是前面就是穩定的加 因為我們知道股市常常有一些小拉回之後 還會再上去 所以你跌下來加碼我覺得算合理的 只是不會加那麼多 但是你如果一直都想要等到跌20%以後加 有時候你會等很久等不到 所以我覺得是先穩定的加一 加一些加一筆小的 然後真的跌到20%加一筆大的 如果你真的跌到30%以上 那就加更多 因為事實上台股的波動大概 有超過20%以上已經算是很大的波動了 如果跌超過40%那就真的非常大 因為事實上過去十幾年來除了2008年 有跌到50%以外都沒有 所以你要讓你等到說 下次台股腰斬的時候 我就要進去瘋狂加碼壓身價 我跟你講講這個話的人事後都沒有加 就沒錯就好像其實我在網路上 聽到很多人討論00878 就很說我要等它跌回到15塊我才要買 祝福你 這可能要慢慢等 也不知道哪一天會發生 不一定不會發生只是說可能機率比較低 就是蠻辛苦要等比較久 好所以第三類就是看趨勢對不對 那以日本的富邦日本ETF來說 也還沒講完嗎 我覺得它現在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這個趨勢因為跟台灣的位階不太一樣 你真的去看日本跟台股的趨勢是 日本是從一個過去長期很糟的階段 現在慢慢好像要翻起來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有點像是台股破了12682那種味道 就當時台股是熬了很久 大概30幾年對不對 然後才破12682之後 還整個高仰角往上衝 當時大家還有點擔心 結果沒想到是它破歷史高點之後 是高仰角往上衝 一直就衝到18000點 那日本大概希望他也有這個機會 我只要他不要自爆 不要自爆就是說 我長期研究日本的經濟 觀察這個國家 常常發生一個很有趣的事 就他經濟開始復甦 股市開始好的時候 他就會做一些自己對不起自己的事 例如 例如就是說消費稅 兩次消費稅 然後都加的很高 就是說 不是說不能加消費稅 因為日本是一個財政嚴謹的國家 就是說他們就是有這個更生技術觀點 就是你不能 就是花未來的錢 讓債留子孫 這觀念很對 可是呢 至少要讓這個 你的經濟復甦再更穩定一點 你的市場表現在好一點的時候 後面再來做這個加稅的動作 他們兩次我覺得都加的太快 也可能是國內政治壓力啊 就是財政紀律派 就說你不能這樣幹 你不能這樣幹 然後他為了妥協 然後就這樣加了 然後最後每次加完消費稅 然後就砰就掉下來 好 所以至少目前看起來 沒有太多奇外的事情發生 所以呢 如果有興趣的人 日本的ETF也可以入手 這是我目前還算看好的 我覺得很棒 今天豐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 ETF的投資心法 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覺得這個方法也很好 如果還沒有開始 踏入理財世界的人 你想要跨出第一步的話 這個方法適合你 特別是我們很多觀眾朋友 都在上班 只有禮拜六日才看我們的影片 所以我們的影片 六日的流量就會往上走 好 希望大家準時收看 52週存股計畫 請豐哥幫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有這個 就是前幾年也很流行 就是52週的儲蓄計畫 就是第一週存10塊 第二週存20塊 第三週存30塊 每一週加10塊 存到52週之後呢 你就會存到這個1萬多塊這樣 那這個方法就是讓你養成儲蓄的習慣 代表並不是說一定要存到多少錢 那為什麼我想說 那就來個52週存股計畫 因為我們像以我們辦公室來講 分兩派 有一派就是真的集資集行 就是他聽到這個很好的投資想法 和投資建議的時候 他就會立刻做了 另外有一派就是很棒很棒 回去什麼都沒有做 哈哈哈 然後再隔三年之後呢 那個很有想法的人呢 已經有一筆不錯的收入了 然後存了不少的股票跟ETF了 另外再問那個 上次說很好很好 但沒有做的人 三年之後還是沒有做 所以我發現有一類型的人呢 他就是你缺少一個 更最後一步刺激他的動力 他沒有行動力 那我就覺得那不然這樣好了 如果你這麼害怕 因為他們通常沒有行動力 是對未來的害怕 不然你就用一個小的存股實驗來 就是你第一週呢 練習一下第一週買一股 第二週買兩股 第三週買三股 然後第52週呢就買52股 那你這樣全年買下來呢 然後挑這個價格 現在還不太高的ETF去做測試呢 你可能大概只要 需要大概花個一萬多塊 你就大概可以湊到一張 大概一千三百多股 你可以湊到一整張 你有了一張之後 然後這一整張如果是高股息一切 他又會配息 那就很不錯 所以我就說他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說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是他有三個關鍵 就是這件事情是 你要專注在執行這個系統 不要去看那個很遠那個目標 那個系統如果你說 我只是要達成我這一週 第一週的目標跟第二週的目標 你很容易達成 不要說52週的目標 那其實就有點難 那第二個就是他難度就是慢慢提高 讓你有一種像打遊戲一樣 克服了前面那一關 你覺得你的信心提升了 有一種勝利的感覺 Winning Winning的感覺出現的時候 你就會正向回饋 讓你想要完成第三週 那每一步都小達成之後呢 你第一週到第十週都達成的時候 你到了第三十週 你再往回頭一看 原來你做得到 如果你是一個不儲蓄人 原來你做得到儲蓄 或原來你做得到穩定紀律投資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52週的目標是穩定紀律投資 它是我們所有長期投資成敗的關鍵 你如果有投資 但沒有穩定而紀律化 你也很容易失敗 所以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才講第一週一股 第二週兩股 第三週三股 第52週52股 然後最重要就是不要 一開始就因為第一週的時候就說 我應該太少了 我應該可以五倍或十倍 然後第52週的時候 你就發現痛苦我要死 這個就是52週存儲計畫 一個這個新法 就是說你照著這個模式 先養成你成功的習慣 未來你換成另外一種 更大金額的定期定額投資模式 或者是單比加碼模式 你就更容易成功 就是理財是需要練習的 我覺得豐哥這個方法蠻適合 不知道怎麼樣選股 或者是還沒有進入到 理財市場的這個族群 那也請豐哥幫我們分享一下 對實力我們來這個試算一下 這個我當時在做這個 5月24號在做這個表的時候 這個元大高股期才29塊多一點 沒想到今天我看就30塊多了 所以這個最近變動真的很快 我們就參考為什麼 我找一檔20幾塊的 一檔10幾塊的 那因為他們的這兩檔的波動都不算太大 所以你比較好估計 所以如果你買進參考價 一股的時候是29塊 10股是290塊 你買進52股的時候是1508元 所以你第一週很容易 可是呢這個第一週是290元很容易 可能存一下錢就有 但是你到52週的時候你要存1508 那時候看起來就有點挑戰 但我相信你如果真的執行到52週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可以做到 那如果你怕這個金額你達不到 就換這個股價低一點了 因為878只有18塊 所以他只要936塊 壓力馬上降低很多 那當然你如果要更高挑戰 你就挑戰0050 0050現在一股12627塊吧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把自己的level up提高 再提高一級 好 所以呢按照這個計畫下來呢 其實可以領到的息也還不錯 就是說你看我們用剛才那個方法 0056我們反正兩個都會買到1378股 只要你有落實的執行的話 然後呢如果用2022年的美股股息 我們先講這是2022年 因為2023年還沒有配出來嘛 對雖然我們現在知道他要改計配 不過這個股息水準全年來講 還是要等他正式公佈啦 那以這個標準來看 他大概你如果存了52週 你可以領到2893元 就來年度你可以領到2893 然後這個可以領到00878 可以領到1626元 那為什麼希望大家去用高股息練習呢 其實是人有一個心態 我長期跟大家在聊投資發現 你在買股票的時候 如果你是希望賣掉他賺到價差的話 會養成你一直去想要賺價差的行為 那如果你買了之後你不賣出 你是用領到股息來代表是你投資這個收益的話 他會習慣長期投資 所以我覺得初學投資的人 並不真的一定要去追求說 什麼是高股息的標題 而是高這個高報酬率的標題 而是追求說你真的投資 然後這個公司有發錢給你 你領到錢那一刻你會真的覺得你的投資有獲利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心理上很大的成功 大部分的投資的成敗 心理成功佔了70% 真正你的什麼技巧我覺得只在佔30%而已 所以先讓自己心理成功 先讓自己覺得自己有在一個正向投資裡面得到回饋 我覺得會是你長期紀律投資成功最重要的環境 我覺得這一點講得很棒 意思就是說 我們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 也就是明明你在理財的領域裡頭 你可能就是幼稚園程度了 你誤以為自己可以念大學跟研究所 那這個方法大家不要覺得幼稚園程度 我不要學啦 太簡單了 那可能呢 極有可能是你連幼稚園的程度都沒有 真的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風哥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趕快跨出理財的第一步 同時也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 0056-00878-00713 你最看好誰 再次謝謝風哥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哦